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视频有什么意思 你就讲故事一样 对吧 所以我是做一个负责任的视频 负责任的一个视频来讲 我对川普翻盘的希望已经不抱有太大希望 这个是非常渺小的 应该说是按照现在的时间和空间来讲 是完全不可人的了 拜登继任总统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两个案 这两个案其实对以后的影响很大 一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一个弹劾川普的弹劾案 还有一个是德州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会选案 我们把这两个案放在一起 可以看出对未来美国民主化 美国现任制度的发展 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 会有怎样一个趋势 我们知道1月7号和1月6号是激动能星的两天 华盛顿有数十万川普的支持者去国会山支持川普 因而引发了冲击国会的事件 也导致了人家伤亡 而这个事情在民主党左派眼里变成了一次暴乱 所以因此作为借口 上周在认证完群聚人票之后 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就向彭斯提议 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 那宪法第25修正案就是国会弹劾总统的权利 这是三权分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立法会的一个权利 可以弹劾掉行政长官 但是彭斯呢 他表示不会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让特朗普提前一周下台 而且彭斯指出 第25修正案的原意并不是用来惩罚或夺权的 彭斯从这点上看呢 他还是看清问题所在 整个民主党这次通过做票 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政变 夺取了参议院 夺取了总统的宝座 他们不是想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不要这么幼稚 但是呢 外界普遍认为彭斯即便不想启动弹劾总统案 但是众议院佩洛西这位老太太肯定要去 按照计划来启动弹劾程序 果然如此 13号就是昨天 佩洛西呢 签认了这个弹劾总统案的这个签字 他作为众议院院长提出弹劾案 随后呢 这个弹劾案要在众议院里面通过预言来表决 这个表决的结果呢 是232票比197票同意 过半 众议院这关就算过了 为什么会是232票对197票呢 因为美国众议院有多少人朋友们 美国众议院有438人 参议院有100人 这加起来正好是538选举人票 对吧 我们知道了 那么众议院为什么会少几票呢 因为有几位弃权 那这个票数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有10名共和党人投了 同意弹劾川普 也就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共和党他不是铁板一块 他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那么这个事件呢 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为什么 他创造了一个记录 川普成为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首位被任内两次弹劾的总统 第一次弹劾发生 他就任不久 通俄门 第一次弹劾 那个是纯粹的诬告 这次这个弹劾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 马上呢 这个弹劾案在14号交给了参议员 那么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激烈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有几位议员的发言 说得非常精彩 我们先读一段反对川普的 这位呢就是前呃呃 副总统窃尼 共和党副总统窃尼的女儿 资深参议员 呃对不起 众议员 他现在是众议员 众议员就谈不上资深了啊 众议员资历 窃尼 资历 利兹窃尼 利兹窃尼呢 是被议为是共和党在 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 是很重要的一个议员 他发表自己的解释是 特朗普背弃了自己身为总统的职责 和自己对宪法的誓言 程度无人人籍 他又指控特朗普招来了暴徒 集合暴徒 然后点燃了这场袭击的活动 这个纯粹就是一个诬告 在美国新闻媒体 那么那么那么发达一个情况下 可以说你可以从 嗯 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场民意 这个是一场真正的民意 而且我们在推上 在互联网上是看到了 很多人千里迢迢 从美国各地赶到了华盛顿的现场 甚至从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去 因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去 因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不在美国本土 不在那个美国的这个 本土上的这个这个位置 他们要离了好几千公里啊 还有是从开舱从加州过去的 那横穿整个美国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 川普代表的是真的那种民意 所以这个话说的简直就像 共产党讲的一样 根本就没有说出民众对川普的支持 而且根本就不是川普去召集的这些暴徒 这个纯粹就是一个诬告 欲加之罪的事情 但也有两位众议员对此表示了反驳 一位就是马特盖茨 众议员马特盖茨说 左派比右派煽动了更多的政治暴力 众议院 格林说 川普在过去的四年中举行过六百多场群众集会 很多都是上万人 没有一次袭击警察毁坏商铺 纵火烧成 反倒是民主党支持的那帮BLM 安提反 帮助 暴力骚乱 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 而导致了四十七人的死亡 对此民主党思而不见 也没有 司法机关对此追究 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 双重标准 所以这个双重标准导致了这个 最后导致了这个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就是麦克康纳 最后没有把这个参议院 这个没有把众议院的这个弹劾案 把它提出表决 那我们看看这个麦克康纳怎么说的 在众议院提出弹劾案后 并通过弹劾案后 参议院领袖麦克康纳 发表声明 书面声明 以美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弹劾 参议院审理的时间分别是 83天 37天和21天 而这三次弹劾呢 都没有成功 而距离总统 新总统就职 仅剩7天 即使参议院马上做 也不可能有严肃公平的弹劾审理 第三 国会和行政机构 应把总统安全就职和权力有序转移 作为重点 所以特此声明 参议院不会审理该弹劾案 参议院没有把这个案提出来 但是呢 参议院的表决程序 通过的程序和众议院不一样 众议院是过半通过 而参议院如果要实现 真正把总统弹劾 那是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的 过三分之二数 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67名参议员要 同意 同意这个弹劾案通过 这次参议院认定了这个三分之二过了 那中这个总统就被弹劾了 那么为什么说他在最后的任期还要弹劾特朗普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他马上按照正常的程序 他马上一周之后他就离开白宫了 为什么还要弹劾他 这就是佩洛西的和民主党人穷追不舍的一个背后 真正的原因是要阻止川普这样的人 阻止川普家族 这样的民间的政治精英怎么样 来 进入美国的政坛来给百姓们带来真正的利益 这个是他们真正要做的 因为现在发展了二百多年之后 我们会发现美国政治也操纵在这些党派党法的手上 也搞了这些党政 虽然说起来两党子轮流换 但是我们看这个趋势也是 最后权力越来局中的这些腐败家族首领 像克林顿家族 像奥巴马家族 像佩洛西家族 像拜登家族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知道他真正的企图是阻止川普以后 包括川普家人以后再进入美国的政坛 甚至还要阻止像川普这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川普这样的人太可怕了 他没有什么想要去追求的 他要追求的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美国再次正义 让神的光辉再次招摇米利节 他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肯定要导致各路的撒旦的层层反扑 所以我们知道川普四年前上台 这本来就是个奇迹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奇迹过后 整个美国的政治又走向了一个 大翻转大翻盘 川普只是在这个时机 作为一个接耐性的人物 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政治的另一面 我觉得从这个价值来看 川普这四年总统没有白当 但是我们如果看未来的话 我做出的预测是比较悲观的 我那天在推上也写了 世界极左 美国向左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的政治的清晰度 以后只会越来越低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主流媒体跟民众之间已经完全脱节 完全就是一个全纯粹的左派媒体 包括那些互联网大公司 那些影子政府 他们对民众舆论的操纵 对选举的干涉 对美国社会的走向 都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 甚至像推特这样的公司 他可以肆意的去删掉 美国总统的推特号 那我们想想 第一秀正在是怎么说的 是吧 有言论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 连总统的言论自由都可以被剥夺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不好你 你马上下台了 我们棒打落水狗 这不是文革吗 所以我说了 这次整个美国大选 他搞得像一次中国式的文革 是吧 文革它不是一种纯粹 中国人就有的一种政治运动的特色 它是一种左派的思维 来逗人 来去搞这种政治报复 搞这个政治迫害 这就典型的反映出 美国政治开始左转了一个标志 那这个是一个弹劾案 不管弹劾案有没有成功 总之 作为 人民爱戴的总统 我们知道川普是成功了 但是作为政客不喜欢的成功 这个总统 他肯定因为这两次弹劾案 在鲁史册 至于以后 川普2024年再会不会选举总统 我个人认为他不要再选了 第一他年龄也大了 第二 真的让年轻的来 因为共和党还有蓬佩奥 还有克鲁兹 甚至还有美丽的伊万卡 他们都可以重新来 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 这也是我说的第一段 就是弹劾案 我的看法 我们看看第二个消息 又是振奋人性的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 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们知道 这次选举有很多的舞弊事情 大规模的舞弊 但是这个消息是真正让我跌破了底线 为什么 不是舞弊 是会选 这个消息是13号发生的 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 那么这个检察长就是前面向最高法提出了一个申诉的 提出了一个上诉的 不是叫上诉应该叫最高法提出这个德州向其他的六个州 摇摆州的那个选举轮团票的这个不是是是那个选举过程违宪的一个一个案 就是他总检察长提起的这个案最后被最高院驳回了 这个司法就没起作用 他今天逮捕了一个叫雷切尔罗德里格斯的一位女士 并起诉他涉嫌选举舞弊非法投票 非法协助他人邮寄投票 及非法持有正式选票 那还有一个呢 是从中获利 那这个就非常重要 这个这个是一个重罪 这个看起来在天朝就算不了什么 因为天朝选举就是过过场 是吧 选村子书啊 选什么县长啊 选人大代表啊 都是做做威风做做样子啊 我在中国从事民主化的时候 曾经提议提议过我要竞选人大代表 结果在竞选那天呢 我们就被国保维问了 好多艺人士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么这个根据现在德州的选举法呢 罗德里格斯构成了重罪 而且他本人呢也认了罪 他最高将要面临20年的监禁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他这个事情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真实的事情呢 我是看到了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美国保守派活动家兼制片人 詹姆斯奥基夫 在去年11月在推特上曝光的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现在有中文 大家在推特上可以看到 女主角正是雷切尔 罗德里格斯 随后呢 奥基夫在大选业之后成立了真相工程 参与调查大选舞弊 这段视频表示 雷切尔 罗德里格斯 疑似在为拜登收集几千张选票 包括劝说高龄选民 改投拜登 本来投川普 改投拜登 并计划从中 收取了7.1万美元 那这个7.1万美元呢 是民主党给他的 而罗德里格斯当时的身份是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 毛罗加尔萨的竞选顾问 也就是他是个泪鬼 他的做法就是把那些要投共和党的票 投给了什么 投给了民主党 而因为这个选票 他不仅是决定这个 这个这个总统的选举人的谈票 他还决定了各区县的什么 各州市县的什么 议员的票 他还有选议员 因为参议院的三分之一和众议院的三分之一 都在今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要换届 在公布最后视频的时候 奥基夫含蓄的批评社交媒体说 视频已经获得了超过300万观众量 想想看 如果不是推特一直拼命阻拦这个信息传播的话 这个视频会获得多少关注 所以选举欺诈是真实存在的 去年11月3号以来 美国大选投票 到现在整个出现了好几次的拜登曲线 对于舞弊窃选的指控层出不穷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州执法机构对此采取行动 到现在就是这个德州 开始第一个案子 开始抓了这样一个会选 这个会选确实是令人跌破眼镜 因为他不是为了政治立场去做这件事情 每张选票他会获得三到五美元的利益 是为了钱做这个事情 这个简直就是令人非常的惊讶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政治选举已经这么多年了 美国选民用于投票权也有好几百年了 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因为钱而出卖了政治立场 而出卖了正义道德的原则 这个是让我非常觉得诧异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政治勾当 勾兑 宪法 法治 宪政 无处立足 所以川普团队发起了至今五十起诉讼案 均被各州法院以各种理由驳毁 我看下 这就是从这次的大选换件来看 美国的深层次的政治 他的这滩水确实已经非常深了 我们确实有的时候统一央视的观点 美国的政治就是资本家的政治 就是李方唱把我登场的黑年唱白年 这个说的确实没错 我们确实看到美国精英的堕落 这个堕落是为什么 我们待会再讲 待会再讲 我们再看这个案件 当1月6号国会冲击案发生之后 民间对美国的司法界更是失望 有人在推上这样评价 当黑命贵持续几个月的打砸抢烧的时候 当FBI拿到亨特拜登硬盘之后 几个月毫无行动的时候 当最高法院拒绝德州等州提起选举舞弊 诉讼的时候 人们都感到美国司法已死 当愤怒的人们冲进国会 抗议选举不公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司法系统就像打起鸡血般的 迅速抓捕和诉讼 这个我们知道 今天有一位父亲 两个孩子的父亲 因为遭到了起诉 自杀身亡 这个说法现在没有认证 网上消息满天飞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美国的司法系统 它是一个纯粹的作秀的系统 纯粹的在装死 这样变下去有点可以跟中国的这种共产党的政法味有点像 它纯粹变成一个花瓶 引以自豪的司法独立没有了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司法独立是不容易出来的 司法独立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它始终有一个力量是左右的 以前法院 行事法 民事法院可以由贵族来担当 行事法院最早的都是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 后来有了这个宗教裁判 后来发展了各地的法院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这个独立司法权 它代表的是一种神权 尤其是行事案件 因为你要掌控别人的生死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从前面的弹劾案打了鸡血 该弹劾的不弹劾 亨特拜登家族腐败 乔拜登收会 收共产党的会 跟习近平眉来眼去 这个美国人民都看了眼里面 没有人去管这种事情 而因为有人支持了川普总统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 来华盛顿国会赛来支持自己的总统 因此被污蔑为暴徒 你说说看美国是不是跟中共的 这种政治操作有点像了 对吧 天安门过来的那些人 学生们他们是暴徒 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可以看出来 美国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美国政治的趋势是什么 美国政治的趋势是一条路 往下滑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推文 我说2016年 美国总统选举 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公正的总统选举 此后再也没有公正了 所以这次这样一个情况获得了7500万票的这个情况下 明显的这么大的一个会选居然没有人来调查 司法机关 装聋作业看不见 立法机关也看不见 最后立法机关看见的是有人冲击国会赛了 我们要谈和总统就这个事情他们做得非常快 其他的事情他们都不管 所以我说了川普一个人来对抗这个泥潭 尤其当他喊出要把华盛顿的沼泽排干 要把那些大鳄抓完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坏了 为什么 因为川普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事情 他这样高调的结果就是由这帮政客黑社会们 这帮流氓无奈们把他给赶下台 所以这场选举如库斯所说就是一场政变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在这场选举中 也就是像天朝这样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会选 我们居然发现了有会选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 我们还记得在北洋政府期间 有一位总统是通过会选上台的 就是曹昆大总统 他给出的价格是每张票一百大洋 那个时候的票比现在的票贵多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 我们要认为我们要说 所有的政治都是黑暗 想起阿格顿勋结那句话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人性 美国想要好起来 他需要的是 宗教的决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非常困难 因为左派掌握了媒体 掌握了教育 掌握了社会的意识形态 然后这种发展下去的话 美国的未来还会堪忧 至少他不会堕落像中国天朝这样 但是他作为世界的灯塔 他的作用是在逐渐逐渐的变得暗淡 在熄灭 这个熄灭的是 美国人的精神的累和 他们基于清教徒的一种道德传统 我们来以约翰亚当斯的例句话 来作为今天我这个点评的一个结尾 约翰亚当斯总统在联盟宪法通过之后 他说了 我们的政府不具备人力去对付 不受人力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 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 他远远不足以去管理任何其他的民族 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与信仰的人民 看到美国的现状 我们其实深切的感觉到 美国的衰弱其实是基督教信仰的衰弱 整个世界的左转 也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信仰在逐渐的衰弱 如果人类要走出这个危机 我个人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忍错悔改 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 另外我还要想说的一句就是 中国的那些民族左派们 因为左派分为两种 极左毛粉是吧 红卫兵义和团 这个咱们不谈 那个是非人类 那个跟人有一段距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属于人类中的左派 现在的海外流亡人士 民主派大佬们 他们经常说出来了 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但是我们要看到残酷的现实 通过美国此次大选的一个结果和过程来看 我十分担忧的是 一人一票也没法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不是一人一票 而是一人一本圣经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